老實說,如果一輩子只能夠買多一雙鞋的時候 我真的會選這雙鞋 我成為了這雙鞋 是不是? 隨著你年紀繼續去 你真的會發覺你再來再去都是穿上那雙鞋的 大家好,我是電影師LimeHK 我是Captain Speaking 今天就會跟大家說一雙 曾經瘋摸過跑鞋街的一時的Ultra Boost 1.0 在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懇請大家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就會推出最快、最新、最好的廣東話鞋屏 還要加入我們的Discord Group 無論如何,大家一起來看看這雙Ultra Boost DNA 1.0 現在比較一下新的Ultra Boost 還行不行? 快健,你最初接觸Ultra Boost是甚麼時候? 2020年 你也很遲上車考 買不到 買不到的原因是為甚麼? 價錢不對 不過你這對戰績也挺飆秉的 這個2019年 都是堪稱最噁心的Ultra Boost 那一年 不過你自己覺得是舒服嗎? Ultra Boost 很棒,第一次穿上去的感覺是 五年的感覺就是 OK 當年 在Ultra Boost全盛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在尖沙咀試那雙鞋 uncaged有顏色的Ultra Boost 穿上去的時候,我第一次接觸Prime Knit這個物體 是鞋面令我最印象 反而不是中底 Stretchiness 真的好像一個瓶頸的冷衣 竟然在跑鞋上去找到 我真的覺得是驚為天人 中間的時候,真的好像你所說 就是價錢不太適合 而且自己想不到的用途在哪裏 所以我也是很遲上車 不過熟悉我的朋友也知道 我不是為大家試穿籃球鞋 其實基本上我是穿一雙鞋 其實就是這個Ultra Boost的21 還要在超便宜減價的時候買 大家已經有些穿上去 雖然這個21的Prime Knit已經非常棒 但是這個Ultra Boost 1.0的Prime Knit就是錯亂 穿上去的時候,完全不是21的版本可以給我 無論是透氣度 而且旁邊有些節慾的感覺都在 這代表什麼呢? 其實Ultra Boost本身不太適合闊腳人士 尤其是uncaged的時候 Spillage也挺嚴重 這次這個Remake的DNA版本 我穿上去的時候,都是側邊有少許Spillage 但是就是穿上去的感覺 如果大家對這個Ultra Boost的前世今生有興趣的話 快件來後會為大家做一個冷知識 所以記得留意 說回這對DNA 1.0 穿上去的時候 它最大的分別跟現在的 Modern的21和22 明顯地就是折斗 剛才說了,這個舊版的Ultra Boost 是真的為一些比較窄腳的人士 穿上去的時候,潮味比較多 19之後呢 其實這個Adidas 就把Ultra Boost的定位比較尷尬 移到Performance 而不是Leach 原意其實都是想做Performance 但只不過是當時 Konyay West 幫它推到神台 再加上供應也不夠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炒物 2023年,還不應該穿著Ultra Boost來做跑鞋呢? 穿過Modern版的時候,我覺得不是那一回事 因為鞋頭比較輕鬆 所以很輕鬆 但沒有前腳掌落地的非常安全的感覺 還有,現在所有新的Ultra Boost 鞋子的腳跟 都有一個超級巨無巴式的Ultra Boost 就是在後面 如果腳掌落地的朋友 真的用來跑步的時候 它就完全不會有咬柴的機會 而且穩定性比較大眾化 即是無論大家怎樣下腳 如何是不同的 因為原底的緣故 都可以做到 符合到不同人的腳型 或者它的跑法 所以如果要穿這對DNA 1.0 現在去做運動 我自己就覺得 那過了一點 而另一個最大最大的分別 就是Torsen的系統 Torsen的系統就是 你看看 1.0Ultra Boost 基本上沒有抗扭的能力 快健 你不能夠經常穿21的原因 因為你也有一雙21 高低差太大 嗯 高低差太大 就令到你的推進性太強 因為你的工作 所以 沒有了 就變成了經常踩高腳 就是這樣 就經常在滑雪 所以這個比較辛苦 但是如果在表現上 你看看 21或22 它的抗扭板 是差很遠 而這個19 其實都已經在了 但是 唯獨是早期的 Ultra Boost 就沒有那個東西 它的力量是很大很大的分別 現在買了一對Ultra Boost 都應該是搭配衣服 喂 先補一補價 看見 什麼價錢 這就是特別版 1399 特別版 因為沒有尺寸 所以要要買1399 那其他顏色呢 很厲害 我記得當時 九出時已經是1499 甚至要吃炒價 所以呢 就 那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對呀 如果大家想買 Poner Fixture 我也覺得 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還有 如果你是小腳的話 等下減價也還可以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記得 鞋子是買了的 Sue Semented 1 如果大家 曾經都是 被這個Ultra Boost 迷倒 而又入不了貨的話 記得 在我們的comment section 或者在我們的discord group 分享 好 祝福大家 耶穌愛你們 拜拜 們